你到底为什么生气啊 是因为我 还是因为方雨萱 我因为我生气可以了吧 不是 不是 你说是三食醋吗 我吃什么醋啊 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她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说一下 她现在跟我说 那不就不尊重我吗 对 男人就是这样 太自以为是了 我接受你的邀请 放心吧 跟我的约会 肯定比那些 浪漫送到的人要强 她不会跟叶家辉出去了吧 我可不会告诉你 他们准备去吃浪漫晚餐了 浪漫晚餐 好 隔壁小夜是吗 细心 还顺势 又是帮咱妈做 终究威尔邦帮她修网络了 重点是 你又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呀 她确实是个不错的 我跟她 她的董事 还会照顾人 有情况啊 老贺 是我想的那样吗 她 她刚刚提出了跟我约会 还不是多怪你 何作举 童威尔 同学们 康子儿出息了 典现我们全班 拿到的定型信物 钱开业 这怪我确信啊 我真没要侮辱你的意思啊 你就是确信啊 不论懂女儿心 如果叶家会讨好三人 那你就是脚后肝儿 我到了 我到了啊 我告诉你 咱们说好的三人大餐 我问你才说的 别呀 钱开业 你闹了一天了 你还没闹够吗 能不能麻烦你让他们先给撤下来啊 这个点 商场那边的扶子人都下班了 会话也要明天 接下来 我们好好聊一聊 你最近一次抠兔当时是为什么 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您好 我这个孩子 还真得感谢他吗 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最了解 旁人说的再多 耽误的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开业 你是不是太站在贺顿的立场上 考虑问题 这完全就是对合作伙伴的一个尊重啊 你少来这套吧 你当初不去看众 他有争议 有话题热度 才把他拉进来的吗 你尊重他 你把我拿到哪里 阿姨没打扰你吗 阿姨 我来看您来了 大人参 阿姨啊 我们现在在饮食上可得忌口 像人参这种东西 不能吃 没关系阿姨 您看 咱还有东城的下草草 东城下草现在虽然流行 但阿姨 您是湿热体质人 您是吗 我建议食度 变湖 其实和鸡蛋的药价值是差不多的 我不如吃鸡蛋 没关系阿姨 咱们食度 阿姨 咱食度可得更注意了 需要签字吗 我来签 想静还记得今天我跟她的预约吗 记得记得 不算不算 开门 怎么了 估计未来方主给我发了一份文书